南桃埔里慈恩社區有一處的廠房 遭到不肖人士以先成租 後棄制的手法 丟棄了三百五十噸的事業廢棄物 環保局評估 這清運的費用需要五千萬 而檢警已經追查到了行為人 要求處理 廢棄的廠房大門深鎖 任意堆置的太空包 因為破損 裡面的事業廢棄物 隨風飄散 南桃埔里 鎮恩社區的這處廠房 成了當地居民的夢魘 南桃環保局表示 二零一九年八月間 有不肖人士在當地 乘租一處廠房 在市內外堆置大量 事業廢棄物 僅民眾檢舉 環保局會從警方屋主積查 發現大批塞入廢塑膠 輪胎粉料的太空包 以及上百桶的爐渣化學容器 總重超過三百五十噸 但成租人早已不見蹤影 太空包經過兩年多來 日曬雨淋 早已嚴重破損 環保局評估 這批事業廢棄物 要完全清運 處理的金額高達五千萬元 環保局指出監警調查抓到行為人流性與假性犯嫌 以判刑一年六個月與一年十個月 後續將要求清運處理 並以移送強制執行 目前先請屋主以帆布覆蓋固定太空包 避免失業廢棄物進一步洩漏 造成更大的環境傷害 即將密封碰安群 南投報導